推荐两个投资物业 新建房屋 内部整洁 便利的居住环境 博多站周边 充满魅力的博多 交通便利 那么开始正文 地址福岗县福岗市博多区博多车站 南亿丁木11号六番 土地产权永久 房屋建筑于2014年3月 交通靠近博多车站 步行约五分钟 房间格局 已是一厅一厨一位面积32平方米 价格2000万日元 约租金79000日元 一期年收入 948000日元 管理费5000日元 维修基金3000日元 收益率3.84 接下来我们边看边聊吧 这边呢是博多站的出口位置 博多车站是福岗最大规模车站之一 对于博多最大规模的商店街内 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性 周边的购物 交通 跟服务设施一应俱全 有关博多车站的情报 会在视频后期 为大家详细讲解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屋子 位于博多车站东5号出口 步行约5到7分钟的位置 驾驶单车 大约2到3分钟的位置 作为福岗博多的中心 博多车站是博多最繁华的位置之一 现在我们左手边可以看见的一处场地 是英语公园 全天候开放的免费公园 平日也有很多人会来这里休息和玩乐 公园櫻花树林里 每到春天 櫻花的美景美不生收 现在我们眼前的这栋楼便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因为靠近博多车站交通便利房屋的长期出租非常容易 并且因为身处是中心 24小时均可处理废弃垃圾 下面为大家介绍房屋设备 配置有空调 可视门铃 双开炉灶 智能马桶 洗面化妆台 室内洗衣机放置处 自动门锁 防范监控 天然气和快递收纳柜 拥有24小时监视设备 安全可全面安心 非常棒的物件哦 现在这边就来到了停车场 对拥有汽车的家庭来说 停车场非常重要 本物件的停车场非常宽阔 可同时容纳10辆车以上停放 另外还配置有单车停放处 好棒哦 又大又宽 那么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博多车站吧 博多车站 是福岡市最主要的铁道线路之一 作为连接整个九州的核心车站使用 周边商业繁华饮食街 酒店业 还有被叫做博多大楼的繁华商业设施 大楼内也配置有种类繁多的商业店 每日还会有大量游客 在此处购物赏景 博多车站 是福岗最为繁华的商业街之一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博多车站的四个魅力 第一个魅力是历史跟文化 博多是自古以来的商业繁华地区哦 第二个魅力是商业大楼繁多 周边商业街 美食街林立 还有繁多的酒店业非常便利 第三个魅力是交通发达 博多车站不仅仅能连通各个车站线路 还可直达福岗机场 第四个魅力是博多的美食 牛肠火锅 博多风烧鸟 博多拉面等等有名的美食 非常多哦 地址福岗市博多区博多车站南四丁目 二番26号 土地产权共有 鉴于2016年10月 交通位于博多车站 步行18分钟处 房间格局一室一厅 面积约42平米 售价2110万日元 月租金8万6千日元 月积年收入103万2千日元 管理费6200日元 维修基金1500日元 实际收益率4.6 接下来我们从刚看完的房子处出发 边走边聊吧 这个屋子步行到博多车站 大概18分钟 使用自行车 大约花费6分钟 现在我们看到的左手边有一个公园 这个公园叫做东柱级公园 春天有樱花盛开 秋天有金木西 还有丰富的娱乐设施 穿过这个公园在执行 前方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停车场 因为来这边玩的人颇多 所以停车场使用频道非常高 现在左手边的这栋大楼是一处酒店 这周边有很多的酒店 因为商业很繁华 所以来这边出差的人很多 就会有很多的酒店 穿过刚才的酒店 然后度过一个十字路口 就会来到一条普通的街道 这条街有一些博多特色美食 旁边的美人居酒屋也颇受不经时刻喜爱 再往前走一点点 就要到了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物件了 这周边有蛮多的超市跟便利店 日常生活非常便利 现在我们面前这一栋建筑物 便是我们的主角了 这一栋楼的修缮基金月额 只有1500块日币 布袋的设备有 自动锁 双开炉灶 防范监控 空调 浴室干燥机 还有快递柜 墙壁也是双层设计 既保暖又隔音 而且最大的特点是 可以养宠物哦 近年新竹物件 所以房屋非常干净量力 而且无线网也是可以随便用的哦 现在我们右手边的这个储物柜 便是快递储物柜啦 设置有全天候防范监控 安全一可不用担心 这边这条路 便是这栋大楼的前面 环境非常安逸 这边呢 就来到了停车场 大约可容纳十辆左右的小汽车 这边是自行车停放处 设置有防雨棚来保护单车 而且容纳量非常充足 骑单车 大约六分钟 便可到达博多车站 所以单车很方便哦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两栋房屋的周边环境 两栋房屋均在福岗市博多区 并且靠近博多车站的位置 博多车站的位置 在地图的这里请看 刚才介绍的第一栋房屋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2014年建造物件 物件年龄较新 水到干净 月租金约7万9千日元 年利率约合3.84 第二栋是地图的这个位置 之后会为大家介绍 从博多到这个房屋的具体路线 建造于2016年10月 修缮基金只要月额1500日元 24小时防范监控 可携带宠物入住 从博多车站出发 前往第一栋房屋的所在地 只要步行7分钟左右 跑步前进4分钟哦 第二栋的房屋所在地 步行约18分钟 单车只要6分钟 接下来还想为大家介绍一下 另一条繁华商业街 天神街 从博多坐电车来到天神 大约需花费5分钟 距离蛮近 天神也被叫做福岡的中心 拥有非常多的美食店 晚上6点以后 还有小吃摊出没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 位于中州附近的商场综合体 开放于1996年 也被称作设计之楼 不仅有丰富的购物商店 还有可供玩乐的娱乐城 大家来福岗游玩 一定要来看看哦 接下来是舒田神社 舒田神社是福岗的一处 重要文化展示场所 不仅有很多游客来牧民拜访 当地人更是每逢假日 也会来参拜 这里也经常被作为各种盛大活动的中心 最后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中州 从天神来 大概不行约10分钟左右便可到达 处于那颗川跟博多川的中间处 南北大约1500米长 拥有2400家以上的饮食店 夜景非常出色 是一处夜间活动的主要场所哦 也是一处不可多得的购物与美食的空间 屋台小知识 屋台也就是夜间小摊 是1945年开始流行的一种 无电部流动经营方式 地址福岗县福岗市博多区博多车站 南亿丁木11号六番 土地产权永久 房屋建筑于2014年3月 交通靠近博多车站 步行约5分钟 房间格局 已是一厅一厨一位面积32平方米 价格2000万日元 月租金79000日元 一期年收入 948000日元 管理费5000日元 维修基金3000日元 收益率3.84 地址福岗市博多区博多车站 南亿丁木 二番26号 土地产权共有 建于2016年10月 交通位于博多车站 步行18分钟处 房间格局 一室一厅 面积约42平米 售价2110万日元 月租金86000日元 一期年收入 1032000日元 管理费6200日元 维修基金1500日元 实际收益率4.6 想了解更多 就关注我们吧 LINE 微信扫码关注我们 关注我们发送消息 礼物 便可获得礼物一份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